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 它们刚刚找到香巴拉的时候,并不知道那里原本就有高等,无形的众生。 因为看不到 可是香巴拉那个空间 具有神奇的提升灵性的能力 这些地表人被提升之后 天眼开朗 慢慢地就能看到那些无形 更高等的众生 这些爱心满满的人 拥有高科技 为了保护地球 就一直留在香巴拉生活 香巴拉主要的功能 是维持地球的能量平衡 有各种神奇的机制 来维持住地球的生机与存续 香巴拉里面 有一个人造的太阳 树木都是闪闪发光的 那里的人身高约有三到四公尺高 彼此之间都用心灵感应来沟通 所以很少开口说话 人口约有几十万 寿命很长很长 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 不太需要进食 不过有些人也会吃一点香甜的蔬果 是吃纯素的 这里要生出小孩 是类似像天堂或较高境界一样的 由圣人们用意念在莲花里培养一段时间 才照出小孩 每个小孩培养的时间长短不一 有的要培养很久 有的比较快 空气循环就是用一个很大的机器 来循环跟进化 机器的能量 动力 是从水晶里面提取的 我们还拥有幽浮 能乘坐幽浮造访其他星球 有时候缺某种物资的时候 我们也会变换成人类的样子 到地球地表买物资 这里的整坪 与天堂 还有宇宙里都不相同 是一个灵性宝藏之地 我们爱心满满 很喜欢建设香巴拉 都是自愿资源共享 互相帮助 谁能照出什么 就跟别人换自己需要的东西 并不存在货币系统 是一个以物易物的 非常和谐 和平 充满爱心的理想国度 我跟华生师傅 在青藏高原的冰原上面 飞得好快好快呀 我们飞越了好多高山深谷 美丽的河川 瞬间来到一个设有隐形屏障 完全不会被人发现之处 这是香巴拉的入口 进入香巴拉后 见到里面有很多金色圆顶的宫殿 看起来都像是用黄金做的 很辉煌 我们进入一个宫殿 见到了一位圣王 他的庄严法相非常非常巨大 所以一开始 我的眼睛只能局部看到 他的左肩膀 他的肩膀发现出极灿烂的金光 后来努力调整心灵之眼再看 才勉强看到这位王穿着战甲 头上戴着王冠 脸上有白胡子 坐在王座上 是一位老年样貌的圣王 他说 我是格萨尔王 现在是香巴拉王 香巴拉是很多年前我设置的 这是我休息的地方 当这条隐形通道再度打通的时候 雪域高原上将会开出一种像圣杯形状的花 他从王座上站起来拥抱我 我虽看不清楚极亮光芒中巨大的他 但他能够拥抱我 用他深厚的爱 他欢喜地说 孩子啊 你回来了 这个旅程很漫长 但现在是最后阶段了 这次的串联将千年的线都收起来 陪着格萨尔王历经函数 你完成任务了 我感动之余也觉得疑惑 格萨尔王不就是师父的前身吗 为何师父又带我来见格萨尔王 身旁的化生师父说 格萨尔王就是我 是我的一位分身 二位能同时存在 这分身可以方便统侠香巴拉的居民 每一位教育的教育 各个教育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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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或外国教育的教育 这些是只是一些教育 通常我们保持他们 我们自己的教育